大家好,我是九伯 今天我要來介紹用次育塗 因為次育塗有吸肥的特性 所以我買了粉筆回來 粉筆是石膏 所以讓石膏去給次育塗吸 補充它的蓋子 粉筆它不濃於水 等一下我會用 次育塗兩包去洗 然後我等一下丟粉筆跟沈水麥打 下去給它跑 我可以看到很多粉塵 這個粉塵你沒洗掉 它在水裡不會消失 會造成你很 嚴重的問題 就是你的水上面會有一個 泥巴 所以一定要洗乾淨 這個是粉筆 大概 大概14根 粉筆它不濃於水 它不會跟水融合 因為次育塗會吸蓋 百分之百石膏 這個粉筆融化掉 然後補充在那個次育塗裡面 所以我們就是要讓次育塗吃飽蓋 之後我們種水草的時候 比較不會有鼓動太誇張的問題 大概這個要大概要好幾次 吃到它不會吃為止 然後我這個 我有放一顆沈水碼 然後把粉筆放在這裡給它吸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一個晚上而已 這個很明顯的就是被 撕掉了 後來我把整包都丟下去了 這個是丟在水裡面去的 一個晚上而已差這麼多 我們繼續放吧 好現在是第三天了 第三天我們來看看這個粉筆 剩這麼一點點 繼續吸吧 好這一缸原本都是全新的 塗也是新的 過濾器也是新的 綠材也是新的 所以它原本就沒有什麼敲化菌在裡面 然後它 養一個多禮拜之後啊 我的缸子就長滿了特藻 而且還黏黏的 長那個大家都比較怕 要長那個才是對的 那個表示有大量的菌在上面附著 形成的菌母 所以我們長那個的時候就不要怕 給它長 然後我們水炸換 只要你只要丟黑殼蝦就 黑殼蝦非常喜歡吃那個 對它來講它是軟軟 鬆軟的東西很像蛋糕一樣 那會吃超怪的 葉子就會變乾淨 所以有那個表示是對水體的是好事 就給黑殼蝦吃就好 可是假如你的綠材是舊綠材啊 土也是舊的 荷藻的機率是很低的 就直接變水清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 我新買的 鋸質黃蝴蝦 光夠的話它也是很亮的 然後後面那個巴西葉底紅 還沒轉 還沒轉水 它轉超久還沒轉 然後這個是稻碎 然後後面那個是紅蝴蝦 一般紅蝴蝦 然後這個是胭脂紅 這麼快 變隻黃齁 找的不太一樣 怎麼快速的讓你的草繁殖 成績 不要這樣做 有另外一個方式就是 你給它的草與草之間的距離 給它大一點 然後這種草啊 千曲葉科這種草很奇怪 有侵略性 所以它們當它旁邊是空的的時候 它就會像這樣子有沒有 彎曲長側芽 它會瘋狂的長側芽 它恨不得直接倒下來 然後長滿側芽這樣子 可是當你很密集的時候 它就只會往上 因為它為了要光源 它必須它會像 很像後面那個 軟釘箱一樣 它只會往上 它邊側芽會長很少 一直想往上長 所以對於這種紅蝴蝶 千曲科系列 你要快速繁殖 除了檢查之外 第二種就是 插枝中間給它流動 然後讓它去繁殖它旁邊的側芽 有沒有 側芽長出來了 這個我買回來 到現在不到一個禮拜 四五天而已 它們會開始長 它長到一定的高度之後 你可以把它剪下來 再去擦牙 然後流母豬 給它繼續長 可是這種方式 不適合所有的草種 就是像這種 袖針 因為它長很慢 所以你再剪短 有它長更慢 所以這種都是 讓它原地自己生牙就好了 拓開來之後 你再去 然後像是胡爾 那種粉紅胡爾這個 長很快的 你就可以直接剪掉 再去擦直 旁邊有洞位的時候 它的分支 因為它是直向直下的 就是倒下來這樣長 它還是會一直往上長 這是胡爾的一個特性 長得很直 然後像紅太陽啊 它可以這樣長一隻很粗 上去有沒有 它很粗的時候 它們會長超多側芽 你就等那個側芽 長度夠的時候 把它從粉株上面把它剪下來 去做栽培 栽質的話 這樣其實也會很快 因為它整隻的葉子很多 它養分長 它速度超快的 與其你剪下來 小小隻去慢慢讓它長長長長 倒不如一大隻 讓它直接整隻去吸收會更快 它的側芽會長更快 側芽只要長到一定高度 我們再去腫 就會長很快 你看那旁邊的側芽 跟這個我之前剪下來修剪的時候 它才長出來 這個雖然說它長比較高 可是它看起來就沒有像旁邊這樣子 這隻長這樣子才大概四五天 本來就長那麼長了 這個 就從我上次修剪下來到現在 你看已經過多久了 這個修剪下來到現在應該有十幾天了 所以速度差很多 這個我建議就是長度 最好是大概十公分左右 我們再去做把它剪下來 移植的動作 然後胡偶 你看這邊也是直上直下 這個已經繁殖到太多了 然後我們那個小主業 已經沒人管它了 你看它完全就是 每天你在長 以上就是久伯今天跟大家分享 試育土怎麼去吸蓋肥 讓你的試育土 種植的時候 喜歡蓋的水草 不用再受限於說 會收頂這件事情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